我叫徐明丽 是一名生长在马来西亚 后期到新加坡 接受高等教育及工作的华裔姑娘 自2017年8月 加入到上海十月环境控股有限公司 目前主要负责行政和投资者关系工作 公司目前在中国拥有250个污水及供水项目 8个雇费焚烧发电项目 以及13个污泥处理项目 业务也覆盖至中国19个省及直辖市 上市环境其实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在这4年的工作里 我也很荣幸有机会能够参与到 公司的一些重点项目中 比如环博会 从前期的展览内容 维岸设计 呈现方式 到三天展会的接待工作 展品解说等工作 我都是全程参与 也让我有机会看到 最高品质的环保技术 此外上海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项目 其实是上海第一个干湿垃圾处理一体化设施 总的处理规模能够达到每日的3800吨 这个项目其实也是上海市正式实施垃圾分类后 手作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项目 被在今年包产 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公司的重点项目中 对我来说是公司对于我工作表现的一种肯定和信任 中国企业也是非常重视员工 也会认真对待员工的反馈 给予员工更多的机会参与到讨论之中 更为人性化 我也觉得这是中国企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提到中国我还特别喜欢淘宝 这个也是最先让我接触到中国特色的平台 从下单到国际转运 再到确认收获只用了短短的7到8天 这也证明了中国的物流效率 我也常常在平台上买各式各样的中国食品 果果底料 果干蜜饯这样的一些小零食 也是非常深受本地人的喜爱 疫情之前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到中国出差 上海对于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 因为我的主集就是在上海 机缘巧合下我大多时候到的上海都是秋天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上海秋天的温度 也喜欢漫步在复兴路 边走边看武童 堕叶 老洋房和哥特寺的建筑 让我感受到的上海 它不单单是一个现代化的 也是拥有另一番人文情怀和文艺气息的城市 到未来我也期待能够继续和公司一起成长进步 不单单只是专业技能方面 我也希望在软技能方面也有一定的提升 能够尽我所学 帮助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